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柳梅回到她妈家时,已经过午了 妈妈正在锅台上吃饭 而且显然是剩饭剩菜 看上去已经凉透了的 柳梅,皱梅 妈,你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 见女儿回来,柳妈妈很高兴 但是她示意柳梅,小点声 这不是孩子小吗,得换包吃饭 你又不是不知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柳妈妈口中的孩子是哥嫂生的二胎 还不到一岁,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 然而这二胎还是个女孩 嫂子十分不满意,带有追生三胎的势头 柳梅不明白,这年头怎么还有如此思想落后的年轻女人 自主自愿地把自己当成了生育工具 前提是妈妈和哥哥并不想再要孩子了 因为负担太重 尤其柳妈妈,虽然是农村妇女 却从未有过重男轻女的意识 甚至于连这个二胎她也不主张嫂子生 但是她没有话语权 而是柳爸爸去世多年 柳妈妈一直跟着儿子生活 更是别无选择 所以每餐饭做好端上桌以后 她赶紧把儿媳手中的孩子接过来 让人家先吃饭 儿媳吃饱喝足之后 她随便吃一口残汤剩饭了事 洗碗刷锅后 还要再把孩子接过来 让媳妇睡午觉 因为人家带孩子太辛苦 晚上睡不好 而她呢 其实从早到晚就没闲过一会儿 但凡有点空闲 还要喂猪喂鸡 试弄菜园子 可是没有人看在眼里 放在心上 柳梅叹口气 我嫂子呢 在屋呢 柳梅提的大包小包进了礼物 嫂子李明月正躺在炕上玩手机 小侄女彤彤在她身边爬来爬去 柳梅叫了一声嫂子 李明月抬起头来 皮笑若不笑的说 哎哟 柳梅回来了呀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我们好多准备点菜 等你回来一起吃饭 自己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 其实柳梅刚才在厨房大声说话 她不可能听不到 之所以不起来招呼她 只不过是没把她这个小姑 放在眼里而已 柳梅心里当然清楚 柳梅放下手里的包 对小侄女说 来呀 彤彤宝贝 小姑姑抱抱 看中了没有 一边逗着彤彤 柳梅一边从包里掏东西 都是她买给两个侄女的衣服 和好吃的 看姑姑给我们宝贝买什么了 见到礼物 李明月脸上的笑容 多了几分真诚 看姑姑多好 给宝贝买了这么多东西 柳梅真有仰光呢 这几件衣服真漂亮 尽管她如此说 柳梅心下依然清楚 她记性特别差 用不了几天 就会把这点所谓的好 忘得一干二净了 坐下聊了一会儿 李明月说 等彤彤再大点 我就接着生三胎 肯定给你们柳家 生个男孩 传宗接代 你也快点要孩子吧 再晚了生孩子就困难了 柳梅在心里苦笑 三胎 我妈可真是有的累了 嘴上却只能说 那可辛苦你呢 嫂子 我不着急 还想再工作两年 提前把奶粉钱 赚出来再说 柳梅没吃晚饭 直接开车踏上了归途 从后视镜里 看着妈妈 单薄瘦小的身影 越来越远 柳梅忍不住心酸 妈妈身体已经很差了 可是在家里 还要被当作 完整的劳动历史患 想到这里 柳梅的眼泪掉了下来 回到自己家时 婆婆和老公 沉稳正在吃晚饭 餐桌上好几个菜 母子俩有说有笑 一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 柳梅心里更加酸楚 同样是妈 同样是婆婆 同样是首寡 这农村和城里 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简直是 天冤之别 婆婆说 回来了呀 我们以为你不回来了 就没等你吃饭 陈文也说 就是 发微信你没回 打电话也没打通 我寻思你肯定会在家住一晚的 反正明天是周末 我去把饭菜给你热一下吧 柳梅说 手机没电了 不用 我不饿 不吃了 晚上躺在床上 柳梅向陈文说了 自己妈的生活近况 陈文听了 也跟着唏嘘不已 而且还指责了 她哥哥嫂子不孝顺 但是 当柳梅说到 想把她妈 接到家里住以后 陈文却犹豫了 她说 妹妹 你孝敬妈妈 我不反对 那是应该的 但你也应该知道 你给她花钱 我不在乎 但是她有儿子 怎么能到女儿家养老呢 那样会被别人笑话的 其实 柳梅只是说说而已 即便陈文热烈 欢迎她妈入住 嫂子也不会放老太太走的 因为 家里需要一个 任劳任怨的老妈子 除非她妈 瘫痪了 毫无利用价值了 嫂子 才会把她推给自己 可是陈文的态度 刺伤了她 她妈妈能不能来 是一回事 陈文能能接受 又是一回事 睡觉吧 柳梅说 她心里却开始 思索起了 自己的生活现状 越想越感觉 惶恐悲凉 婆婆和陈文 对她一直不错 但是今天 柳梅清楚地意识到 她在这个家里 没有话语权 一如在自己娘家 她始终都是外人 果然第二天 婆婆似乎闲聊地提起了 她妈家的事情 然后说 养儿防老 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啊 你看看我 年纪大了 这不就得和你们一起生活了吗 她当然明白婆婆的意思 只是笑了一下 柳梅不再提 让妈妈入住 他们家这个话题 毕竟暂时 这只是个伪命题 为这件事闹心 是没必要的 她只是比以前 更加努力工作了 另外还利用周末 做了两份兼职 到两家小型企业 做账 她明白 经济独立比什么都重要 金钱 到任何时候 任何年代都是底细 没有之一 头脑丰富 文采飞扬的她 还利用业余时间 写稿 赚取稿费 虽然辛苦 但是赚钱的感觉 真的很棒 一年下来 她瘦了好几斤 但是精神相当充实 然而半年以后 她妈妈的腰间盘突出 加重了 这个病需要休养 但是她却根本没有 那个条件 因此 治疗了好几次都复发了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如今别说干活了 连走路都困难了 嫂子李明月 一心要生三胎的 婆婆的病 导致了 她生子的计划泡汤了 而且她反过来 还得伺候她 因此 她一肚子的怨气 天天摔摔打打 直桑骂槐 说自己以后老了 不能动胆了 干脆就喝毒药死了 绝对不拖累儿女 刘妈妈成天以泪洗面 恨不得真的赶紧死了 算了 柳林作为儿子 当然也有孝心 为此没少和李明月争吵 气得李明月 动不动就吵吵着要离婚 让他们母子俩过去 农村男人 娶个媳妇不容易 刘妈妈生怕儿媳 真的因为自己 和儿子离婚 她唯有向女儿诉苦 怨自己身体不争气 她说 要不就得点疾病 痛快死了得了 省得这样给儿女添麻烦 刘梅终于看不下去了 她再次向陈吻提出 要把妈妈接到家里 陈吻和婆婆仍旧不松口 刘梅有点寒心 她说 自古以来 百善孝为先 为人子女的 必须孝子当头 所以我不能不管我妈 婆婆冷笑 笑顺固然是应该的 但是你也得有能力啊 这房子是我们家买的 让你妈住进来养老 你觉得合适吗 对 这是他们家的房子 他们的家 很多农村女人的命运 都是如此 容不进婆家 回不去的娘家 她看向陈吻 她却低下头 一句话也没说 看来很赞同她妈的说法 柳梅点头 好吧 这房子是你们家的 我妈没资格住进来 那么我自己的房子 我总有权利 让我妈住进去吧 婆婆和陈吻 一起看向柳梅 你什么意思呀 如果不去开发 谁都不知道 自己有多少潜能 这一年半以来呢 柳梅的本职工作 和兼职工作 月收入加在一起 有15000块 而稿费每月就有2万左右 除去日强开销 她可以存下将近3万块 所以她自己首付了一套房子 虽然只有50托平 但是足够安置 她妈妈剩余的人生了 也会成为她日后的底气 而且她手里还略有剩余 可以负担妈妈的医药费 至少她可以 不让她继续操劳 有个相对安稳的晚年生活 对于她的这种做法呢 婆婆相当不爽 她说 你买房子 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啊 你和陈吻是夫妻 你的钱也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啊 你没权利擅自支配 而且我还是反对你妈住进去 你是陈吻的妻子 你的房子也是她的 你妈有儿子 你凭什么让女儿来养活她呢 对于婆婆的这种论调呢 刘梅有点想笑 但她不跟她争辩 只说 如果您实在不同意 那么我只好选择和陈吻离婚了 我宁愿放弃婚姻 也不会放弃我妈 因为没有她就没有我 说完 她看向陈吻 你的意思呢 陈吻说 妈 明明自己赚的钱 当然有权利自由支配呢 何况她孝敬自己母亲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您就别干涉了 婆婆气呼呼的白手 随你们吧 我不看了 我不管了 陈吻当然不愿意离婚 这样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妻子 她怎么舍得放她走呢 她会更加的爱她和尊重她的 以后绝不敢小瞧她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有钱才有底气 有钱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钱才能更好地爱护自己的家人 刘梅很庆幸自己 早早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她不惧怕任何的风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